好幾名員警一起幫忙 才能把肇事公車慢慢移動 因為這裡車流量很大 兩臺公車發生追撞事故 在把乘客送醫急救後 得趕緊排出現場 怎麼會撞得這麼誇張 肇事車右前輪整個卡住 還一度無法再發動 兩臺車總共十四名乘客 因為突如其來的撞擊 從後往前飛了出去 受傷送醫 原來是後車的128號公車 在近鎮前突然刹車失靈 就在沒有減速的情況之下 從後方撞上前車508號公車 造成十四名乘客受傷送醫 公車追撞乘客受傷 分送兩家醫院 幸好都只是輕傷沒有大礙 但仔細看這兩臺公車 都是同屬三重客運 128路線撞上508路線 自家人撞自家人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 應該是煞車失靈惹禍 但根據駕駛的說法 明明上週才進場保養 怎麼會這麼突然失去煞車功能 害得乘客受傷 公司形象受損 還得要再回去調查瞭解 記者 廖少凡SNG小組 台北報導